三家工程公司在竞标世界一级方程式F1新加坡大奖赛的电力服务合约时 串通操纵投标价被竞争局裁定违反竞争法 分别遭罚款2万多元到近56万元不等 那么其中两家公司也因为操纵另一项的项目投标价而被罚款 F1电力服务合约在2014年底招标 吸引Sycler电子工程HPH等四家公司竞标 Sycler电子以最低竞标价赢得为期三年的合约 调查发现Sycler集团为HPH工程和Pictop工程制定竞标价 确保他们提成的竞标价比Sycler集团旗下电子公司高出30% Sycler集团被罚近56万元 HPH和Pictop各被罚款2万多元 另外Sycler集团和HPH工程在投标解美斯国际学校资产标签服务项目时 操纵投标价被罚款 Sycler集团通过从宽对待方案申请豁免罚款 但因为它是这次反竞争行为主使者 最多只能豁免原来罚款额的50% 三家违规公司有两个月时间针对竞争局裁决提出上诉 如不上诉就必须在明年1月底前缴付罚款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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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